那么今天我们做这个莲花童子的父母 那时尊为什么念了一大堆的这个童子 宝义童子 宝尚童子 就是在敦煌石窟里面 当释迦摩尼佛当大威德王的时候 他盗了一个莲花池 由莲花池里面发生两朵莲花 一朵莲花发生宝义童子 宝尚童子 这两个童子把大威德王 就是释迦摩尼佛的前身 带到金光佛的面前 带到金光佛的面前 去学习佛法 那么宝义童子跟宝尚童子 就是大威德王的接引师 接引他去见金光佛的 这个大威德王就是释迦摩尼佛的前身 这宝义童子跟宝尚童子 是莲花化生的 是最早的莲花童子 所以莲花童子曾经当接引师 接引释迦摩尼佛 去见金光佛 有这个典故 所以今天就念 这个宝义童子 宝尚童子 同时 宝义童子是阿达尔玛佛 传大所应法的时候 先传给宝义童子 所以他是大所应 密教大所应 的最早的祖师爷 莲花童子是大所应法的 最早的祖师爷 所以要讲出来 那么相光童子呢 你看 阿弥陀佛 化生相光童子 阿弥陀佛的 猴祭 放射红光 因为他有猴祭 放射红光 所以称为相光童子 相光童子 这是第三尊 第三尊 另外呢 化生童子 也就是莲花童子 是谁化生的 就是阿弥陀佛 化生的 成为化生童子 阿弥陀佛 化生很多的童子 在敦煌十窟 每一个窟都有化生童子 都是阿弥陀佛所变化的 所以在唐朝的时候 就有十个祭 讲化生童子 那么化生童子 就是莲花童子 莲花童子 就是化生童子 就是莲花化生的 跟阿弥陀佛都有关系 我昨天晚上已经讲了 所以第一首祭 大家还记得吗 这个莲花童子 见生 金仙 落花西空 走又闲 唯妙天音 迎外 听 尽说 极乐 圣诸天 所以莲花童子 是从极乐 是从极乐世界来的 所以他讲 极乐世界 圣诸天 尽说极乐 圣诸天 有这样子的根源 那么师尊呢 以前被 摇尔尔金母讲 你是莲花童子 非常清楚的 我去 摇尺先进 摇尔金母跟我讲 你是莲花童子 然后我看到 然后我看到莲花童子 哇 根本看不到身影 只是一灿 灿然的白光 所以摇尔尔金母那里 摇尔尔先进 有莲花童子店 有莲花童子店 莲花童子 在跟摇尔尔金母的关系 我在天下第一灵 的这本书 两百八十一册 二八一册 这本书 天下第一灵 写到莲花童子 起 摇尔尔金母的女儿 迎伐夫人 为妻 迎伐夫人 叫做摇姬 这都会写清楚 会写出来 那是过去的事 现在不用再谈 所以这也是一种 很奇妙的事情 所以你在敦煌石窟 可以看到莲花童子的本尊 他觉得 正是 慈莲 说法因 慈莲说法因 敦煌石窟里面有一窟 有莲花童子的本尊 是 慈莲说法因 呈现如来的相貌 三十二相 八十随行好 非常庄严 另外还可以看到 东王公 西王母 莲花童子 三尊在一起 东王公 就是东方属木 东华帝君 西王母 就是西方属金 瑶石窑 瑶石精 另外还有莲花童子 三尊 并列 在一起 只有在顿王师窟都可以看得到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